我妈的出去出去出去 家宰十几年了 生了两个培解脱 你叫我们去哪里 去哪里 你不要再在我家了 相谈生意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啊 不是你的事情 是谁的事情 那我生的就是儿子 你生的为什么就是你啊 说什么说啊 我家都要断香火了 你明知道我九代单纯 多么想要一个男孩子 你偏偏的只会给我生女孩 养大的也是别人啊 生那么多培解脱 那生孩子也不是我一个人生 这事情 我说生女就生女吗 生儿子就生儿子吗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我看你啊 反正就是你的问题 你就生不了孩子 你走吧 老公 你直接想要的话 可以一直生一直生 生到儿子为止 哎呀还一直一直生 你看看我们家里面 已经住不下那么多了 住不下了 也养不起了 养了反正也是要嫁出去给别人的 也是泼出去的水到时候 我也没有这个时间跟你耗 啊 我现在马上就要另外找取一个 马上上儿子 你走吧 可能下一代就是儿子了 哎呀 我说什么 你干杯要上吧 哎呀 哈哈 好痛啊 叫我们散步你怎么办 你要公啊公啊 我妈 女儿我们能够 你拿那个包吧 哎 阿兰 怎么了 这个大包小包要去哪里 我老公把我赶出来了 说我生了两个肥肩 什么意思啊 结果生了一个女儿 又跟我离婚 就因为生了女儿 现在要跟你离婚啊 是啊 那时候我生不了儿子 那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了吧 是啊 现在社会的提倡 人女平等了 现在找老婆那么难走 哎呀 那我们又不知道去哪里 当初为了跟他结婚 跟人家都闹翻了 娘家也闹翻了 是啊 她是这种房子 你看 那你现在跟她离清楚了没有 他天天逼我去领证吧 证也扯了 离婚证 离婚证也领了 是啊 我也是最看不过这种重男轻女的 这个这个老公 你干脆这样 我林总就给你介绍个好人家 林总啊 你说介绍就介绍了吗 你看我带了两个头油瓶 人家也看不上我的 要帮我养 很多人都介意的 阿兰 我跟你说 现在大把男人娶不到老婆 只要是个女的 都是抢少货 是不是真的 那不是 并且还有些男人 特别喜欢这种女孩啊 可爱啊 那那去看一下吧 绝对能成 就是你对家境不要太挑剂就行了 对啊 对我好 对我两个女孩好就行了 那行 我现在给我出发 走 我帮你拿点吧 来来来 阿兰到了 啊 这就是我老表家 你老表 嗯 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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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哎 表哥 嗯 表弟 哎 说 哎 给你介绍个美女 介绍个美女啊 怎么 把带两个小孩过来啊 哎呀 说来话咱们一边一边坐一边聊了 太阳又大快点 嗯 好 进来先吧 嗯嗯 进来进来 哎 来来 来 随便坐 随便坐 我表弟这个人啊 是很随和的 对 表弟 刚才你不是问到吗 说为什么带来乡亲 还有两个女孩呢 嗯 我也不跟你拐发抹脚了 嗯 直接说吧 嗯 这个阿兰跟他前夫结婚了十几年 他前夫 且家伙妈 嫌弃说不生儿子 是 说说 就跟他 离婚了 哎呀 现在这个世道 还有这样的人呢 我也觉得生气啊 现在这个社会男多女少 能找到一个老婆就不错了 对啊 再加上啊 你两胎是女儿 说不准第三第四胎就是儿子呢 是啊 嗯 这个生男生女 不是由那个女儿 女方这边决定的 是不是 那不是 所以说我见你表弟啊 平时经常帮我 我首先就考虑到你 介绍给你 还是不要开关 这叫肥水不留外人天啊 啊 那阿兰 你看上还有什么吗 可以啊 哦 可以 嗯 反正我又没没地方去了 还有一点 阿兰 那你这个恶婚里面 还要不要彩礼 我表弟家境一般的吗 哎呀 不要 有人消灭 我已经很开心了 哎呀 彩礼很愉 不要 我跟我男家那边闹翻了 啊这里 都是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了 你看小龙女 然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也蛮可怜的 哎呀 财不财礼不重要了 关键是对别人好就行了 是啊 既然他都不要你财礼 往后你要多被关心体贴别人 知道没有 必须的 哦 肯定会 嗯 但是阿兰他是赶出来的不 都拿有行李来的吧 说说直接就在你这里住下了 这个没问题 反正也有房间 嗯嗯嗯 那行 阿兰就这样决定了 嗯 啊 过两三天你们去办证就可以了 嗯 告诉个房间 让他收拾 基本上在这里住啊 那个进去那个 索边那个房间啊 你们就先收拾一下啊 嗯 那你们的安静在这住啊 啊 伯爹 哎 还有点我要跟你说 他是被他千夫抛弃过的 心灵受过创伤 啊 往后跟了你啊 你也懂得珍惜 知道没有 肯定的对他好 嗯 这个你倒放弃 那就行 然后你这句话我就放弃了 那我回去了吧 好 好 那我送送你 那你们说 要不是你们母子两个 天天拉在我家门口不走啊 我才懒得带你们来呢 哎呀 拥有时候不懂珍惜 吃去了才后悔 麻烦你 那到了没有 嗯 这里就是你们站在这里 不要出来打咬别人生活 看一眼就行了 叫他出来看一下 嗯 千万不能出来哦 阿兰 阿兰 阿兰在家吗 你怎么在啊怎么了 哎出来一下 好 进进进进屋坐一下 没事出来跟你想跟你聊几句话 啊 啊 阿兰啊 啊 自从你嫁给我那个表弟之后啊 哎呦 哎呦生了一个啊 是啊 儿子来的 儿子啊 带把的是啊 哎呦 看来我表弟啊 也能够延续向我了 是 那个 我表弟 对你怎样 很好啊 什么都想救我 交互活又不用我干 哦 这样是吗 我主婦说照顾小孩就行了 那就行 哦 啊 那个 呃 阿兰啊 啊 我今天过来啊 就已经是因为啊 你前夫说想过来看你一眼 我不用来看啊 看我干嘛 当哥那么有狠心把我放下了 老公 喂 老婆 哎 谁拉我啊 关心妹跟我们回家 老婆 跟我们回家好不好 别人过去 真的是 看到他们来干嘛 老婆 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出来吗 现在我有我的生活 不要不要来打药物啊 我们知道错了 你看你 离开我们之后 现在 不要说生孩子了 连老婆都娶不到了 都没有人愿意这样 那也是你活该啊 当初当初你给一个机会我 我走都给你生儿子了 你看 我儿子 是不是 你的儿子 生了个男孩子 不要动 那个是我表弟的 小兰啊 你跟 跟妈回去啊 家里面 妈才已经过妆了 老妈 当初 要是再坚持生下一个 应该就是孩子了 儿子了 现在我有我的生活了 你们回去吧 别来打烊我了 我们知道错了 所以一日 夫妻 白日啊 啊 一点情况都没有啊 白日 怎么这么热闹啊 哎呀 白嫡啦 老公啊 这个是我 天父 顺利啊 过来 要不赶我帮我回去 来来来 来 不要乱动 你看 跟奶奶回去啊 哎呀 哎呀 不用多说了 现在我表弟跟 跟跟 跟他男人过得很幸福 我还得感谢你 要不然 要不是你把他抛弃了 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成就 要不 要现在 儿子 归你 其他的我们 不要跟回去 好不好 没有这个好事了 啊 还能了 儿子 飞呀 哎呀 哎呀 行了行了 表弟你们回去吧 不好意思 打烊你们了 回去吧 回去吧 阿兰好不容易 把你忘记的 你现在又来 收拾他 要不 把女儿要我带回去啊 不可能 女儿也不嫌弃的 不可能的事情 哎呀 老婆 又来啊 老婆 你怎么啊 就让他 先先帮我 二次会见回 确什么 我表弟对阿兰好的 不得了 你现在就是用 杆 用棍子杆 阿兰都不愿意走 你们在这闹什么闹咯 是吧 当时你们用秒杀 不懂真心 现在你们失去了 后悔了 好了吧 现在 啊 当时 你非要说 要赶人家出房 啊 哎 我知道错了 人家也是能伤儿子的 啊 你现在怎么办 啊 怎么办 你们赶紧回去吧 不在这里 现在都没有 相亲都没有对象看了 现在 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哎呀 林总 你不是做美脑 当我儿子做个美啊 哎哟 你们是不是开玩笑的啊 是啊 现在我们要求也不高 你看 要不让这辈子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 你不是这附近远近文明的做美的吗 啊 阿哲 现在啊 是男多女少啊 你以为是去吃菜市场买只鸡买只鸭 想介绍就介绍啊 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现在哪个村没有二三十个光棍 阿哲啊 现在女孩子少 还不是因为你们在这么重男轻女的事情造成了 能怨谁啊 你的媳妇啊 在十几二十年前啊 别人已经扔在路边了 你看来这辈子啊 也很难娶到老婆了 哎呀帮忙嘛 我知道你能行的 哎呀 可以的 泡姨 你也不用求我了 阿哲 现在啊 男多女少也不单单你一个人娶不到 人生短短几十年 人一人就过去了 反正我们这一代啊 注定有大百人是打光棍的 我也不跟你们扯了 我回家了 哎 林总 我们脚太单转了 我就是 完了完了 在这里太烦了 端子全身啊 当时都怪你啊 重男轻女 现在连女孩子都没有了 哎呀我的错嘛 错的错什么 我 我改什么 改什么用 像我都要断了 哎呦啊 今天出门不看黄利了 哎呦 完了 撞到人了 哎呦 美女 美女 哎呀 我 大件事 开始打120暴击 喂120啊 哎呀 我在这个猪狼村这里 撞到一个人了 现在应该伤得蛮严重的 赶紧过来治一下啊 哎呦 你要抱一下交警 哎 交警啊 你好 我这边在猪狼村这边出来一个交通事故 有一个人伤了啊 好 赶紧过来 好 哎 美女 挺重的 哎 哎 停下来 哎 怎么回事啊 哎呀 刚才 不小心撞到人了 赶紧挪开啊挪开啊 挡我过去啊 现在不能挪啊 现在交警啊 120 赶过来了 怎么不能挪 难道要拿在这里挡路啊 我这个车 要赶着去 迎亲的了 现在啊 现在这个折热还没 分不清楚 不要挪啊 等一下 破坏了这个现场啊 哎呀 你 关我什么事 真的是 哎 哎 怎么挡路了啊 这不是那个文明村那个去花吗 哎哎 不能动啊 不能动啊 动了人家 等一下 这个是伤害啊 你 不要耽误我时间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刚才我从这里出来 他往这边过来 一部小金子碰到一起了 那你打 那个急救车了没有 打了 那个还在路上 那等一下就到了 等下先吧 好 哎 兄弟你是 那个 我去迎亲啊 你看对啊 行不行 那个稍微等一下 怎么能等 等下时间到 我接不到新娘 谁负责这个责任啊 来 把他挪到旁边去 挪到挡下去 他就遏制伤害了 你是他的 我又不认识他 他关我什么事啊 你不认识 人民关天的事情啊 他就不能挡在大路中间里 我不过 别人还要过 赶紧 哎哎哎哎哎 不能动啊不能动啊 你退回去找其他路就行了啊 你不能动的吧 翠花他老公平时了 一个人带三个小孩 你再动二字伤害等下三个小孩 什么办 那关我什么事啊 我们又不认识 我只知道 我这个车要过去 这条大路是用来动车的 不是用来睡觉的 你即使不认识 你也有点空脱心啊 他又不是故意要在这里躺在这里碰子的 哎哎兄弟你看我们这一队车也过不了啊 对啊又不单单你自己 在说在说这种事 谁也不愿意发生对不对 嗯你可以这样啊 你的车可以走另外一条路过去啊 要路行不行 退一下不行吗 我这个混车怎么能退啊 混车也可以退啊 我这个建议人民关天啊 哎不要啰嗦了 你赶紧我时间 赶紧帮忙抬一趟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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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 不能动啊 开什么玩笑 万一等一下有什么伤私的 伤害小孩去你 那关我什么事啊 哎哎哎哎哎哎 你们不谈我来了 不能走 要命关天啊 你一动了这个 事故现场陆落 等一下这个车要随负集啊 啊 你要选一下这个后果啊 那你等建护才 等交警什么时候才来啊 不是再说了 你这个车也要挪一下 建护才等下就从这里过来的 对啊 从这没过啊 那边过不来吗 你不等那个救护 从这边来的 那个救护车交警车 来不了处理不了 你跟着过不了我跟你说 哎呀那么从外面下车 走过来就行了 走什么走 赶紧的车退回去 你赶紧往老房的空地那里 怎么可能啊 让我婚家退 我这个 绝对不敢退的 那你就过分了 原定关天啊 哎呀我跟他认识吗 我有这个质量和义务吗 哎 即使你没有认识也要这样啊 嗯 你弄身心了吗 这户子要来了 你进来 我一下吧 你弄你的车 我这个车我就不给他弄了 要是把你抬起的太阳 进户车就行了 我理他那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 拉到那边就 什么意思 把车退到那边就 快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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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广东打工 一年都没有回来了 现在快过年了 回来啊 今晚就可以抱着老婆睡觉了 哎呀想想啊 真的是高兴啊 哎呀老婆 老婆我回来了 哎呀 回来了 哎 怎么是你玩啊 为什么回来过年了 是啊 我们过来玩啊 对啊 来我家玩啊 哎 我家有什么好玩啊 哎呀没什么 就跟你老婆玩玩而已 是啊 今天晚上继续啊 我们走了啊 继续什么 不见不散啊 哎 老婆 哎 回来了 哎呦去哪里啊 去哪里关你什么事啊 我去玩一玩怎么啦 哎呀 怎么不关我的事啊 你是我老婆 我在广东打工一年 每个月啊 全部工资都寄回来给你 我对你那么好 我怎么感觉你现在 对我爱你不理呢 哎呀 我一点自由我都没有了吗 真的是 你别跟我这么多 我出去玩一下先 哎呀 老婆你等一下 哎 怎么回事啊 这完全就当我不存在透明啊 都不把我当老公啊 那一年回来人家都说了 小白向心欢 怎么他一点都不想我呢 这哪里是高兴啊 这完全是惊讶啊 怎么回事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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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回来了 哎呀 儿子回来了 哎呀 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可能在里面洗衣服呢 老婆 啊 我看着你好像没什么精神啊 要瘦了这么多 还要你洗衣服啊 哎 那我不洗衣服谁洗啊 这么冷的天 你的手都开累了 还要你干这种活 那 我老婆阿兰 她不洗衣服的吗 阿兰啊 她说她还年轻 她不想干这种老人才干的事 所以都交给我洗了 她的衣服也是我帮她洗的 什么啊 哎呀 阿兰这个人也太不孝顺了吧 啊 你自己年纪轻轻 有小有小的 自己不洗衣服 那她 都干嘛在家里面 她平时在家里面 就跟她那些好朋友啊 来打一下麻将啊 玩一下播客啊 还经常去外面 酒吧去逛呢 我都听到了 妈啊 怎么这么瘦啊 你在家里面 你是不是没寄钱回来啊 啊 老妈我在家里面 甜甜吃青菜 我哪有钱去买肉吃 我能不瘦吗 老妈 我每个月全部 啊一个月四千块钱 我就留了两百块钱 我自己的生活费 其他的全部都寄回来给她了 我说啊 一定要给老妈 都买点 要补补身体 哎 结果 她没有给那个生活费你啊 没有啊 一分都没有啊 我平时在家 自己零菜 种菜 就煮一点青菜吃的 我都没有吃过一餐肉 阿兰呢 他时不时 他都在外面吃的 我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给钱 你有没有给钱他啊 反正啊 我是一分钱都没见到 一分都没给到你这里 啊 有啊 我哪里有钱啊 那钱都花哪里去啊 他有时候 去跟人家 去赌啊 那几个刚才 那小静还有阿珍 他们来干嘛呢 那不就是阿兰的牌友吗 牌友啊 整天聚在一起 什么事情都不干 哎 刚才就是刚打完牌出去 然后又说今晚继续 难道今晚又要出去玩吗 那不是啊 每天都去 不是在家里面玩 就是在外面玩 啊 还经常夜不归宿呢 还夜不归宿啊 有几次啊 半夜凌晨五六点钟 我看到一个年轻的男人 搭搭回来的 他偷偷摸摸的 还以为我不知道啊 哎呀 怎么去了 这样的老婆啊 真的是 一点孝心都没有 就知道打牌 哎呀 真的是 举膝不咸 会三代啊 亏我在广东 啊 每一每一夜的加班 把全部的钱寄回来 叫他把家里面顾好 把老人孩子照顾好 结果他只顾着自己享受 那个孩子他也没有照顾呢 孩子天天早餐 都是我煮了给他吃 再送去学校的 那孩子他也没有管过 天气冷了 生病了 感冒了 他也不负责 他也不送去医院 有时候 都是村里面其他人看不过去了 再帮忙来送医院去的 我一个老人一把骨头了 我实在也管不了那么多 这婆娘啊 真的是要不得啊 啊 懂吗 哎呀怎么还咳着呢 哎 没事也咳了半年了 都已经习惯了 这样吧 等一下我先带你去医院看一下 那个婆娘啊 等一下 不是啊 回来我要跟他离婚 儿子啊 怎么就离婚了 现在 难多你少 人一人就算了 你离婚了 你上半辈子 你要再找一个老婆就难找了 就算我打过困了 我也不要这种人啊 真的是 所谓啊 娶妻不嫌毁三代 这种人啊 留着干什么啊 行了 老妈你不舒服先回去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一下 哎哎 好 哎呀 这个婆娘啊 等了一个晚上都不回来 我老妈果然没有说错 啊 我回来了还是夜不归宿 回来必须要跟她离婚 回来啦 干什么 回我家不行啊 现在是 啊 早上六点 昨天晚上 一个晚上 我等了你一个晚上 你去哪里了 哎呀 闺蜜组了个局 我们一不小心靠多了 就在宾馆里面开了个防睡的一觉 就到现在了啊 难道你不知道 你老公回来了吗 你老公一年了去广路 现在回来 还想跟你啊 晚上好好聊聊天 啊 结果 你居然不回家啊 你还没有 没有你这个老公啊 老夫老妻了 结婚十几年了啊 有什么好聊呢 哎呦 这衣服 这么漂亮啊 多少钱啊 哎 不用多少 一千多块 一千多块 是啊 哪来那么多钱买啊 人家送的啊 谁会 无缘无故送 这么好的衣服给你啊 哎呀 你别说那么多行不行 你不要管了真的是 我现在有点困 我回去睡一觉去 嘿 你先给我说清楚 我不在家里面啊 我都不知道 你在家里面啊 做了多少对不起我的事情 还有多少事情隐瞒的我 哎呀我 怎么会对不起你呢 真的是 对不起 夜不归宿你看 还有人送这么贵的衣服给你 我现在总结了一下 肯定是外面有缘了吧 啊 没有 没有不行 不承认是吗 啊 你看 我一个月寄四千块钱回来给你 我老妈 还是那么瘦 还是没钱抗病 那钱啊 啊 一个月就寄四千块钱回来 很多吗啊 真的是 你知道吗 我一个月出去打麻将啊 一个月都要输八千块 真的是 你现在啊 就那四千块能买什么 你在这个世界啊 根本就没有家庭了啊 老人不照顾 孩子也不看 天天跟闺蜜去玩 去打牌 还与不归室 归宿 还 啊 外面有人 你 我跟你说啊 我想受不了你了 你老妈有手有脚的 她自己不能干部的自己吗 真的是 要我干部吗 我又不是你家的保姆 那你是我老婆啊 我出去打工 那你在家就要把家顾好啊 那你就说了我是你老婆啊 真的是 不是 那你在家里要照顾老人孩子啊 要干活啊 要把家收拾好啊 啊 你老婆啊 就要你对得起我吗 你老妈咬手咬脚的 啊 那你家外套不是收拾得挺好的吗 不想跟你吵啦 啊 离婚嘛 啊 离就离啊 真的是 可是我早看你的无脑费 不顺眼啦 不是我 你跟我离啦 我都想跟你离啦 我跟你说啊 你这样 做我老婆啊 简直是一种宅的 一种痛苦 所谓娶妻不嫌 会三代 怎么会娶上 你这种老婆啊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离啦 我去外面 去外面找一个 比你好一百倍的 你跟我离啦 这辈子 有打破坏吧你 真的是 我知道 你们女人啊 现在啊 单独女小 以为女人地位高了是吗 啊 其实啊 有时候 那么多人啊 跟你玩 那么多男人愿意跟你玩 并不代表你有多优秀 还是说 一块用 臭啦 称赢就多啦 你懂不懂 你杀猫的要叫你自己吧 啊 一个月就之前的工资 就寄 几十几块钱回来 你以为很多吗 我跟你说啊 随随随便便出去 有个男的 随随随便便给我一万块一个月 你能 我就不相信你能够一直年轻 一直有男人给钱你花 都老了 你就这么后悔的 那也是我的事 关你什么事啊 行啦 那 你给我关你 走 我这个家不换你 不换你 不换你 你以为我要你的行李吗 我跟你说我不要啦 我去外面重新摆过 真的是 现在的女人啊 哎呀 没有老婆 也难 有老婆也难 停车 下车 老乃给我下车 哎呀今天 我大喜余子啊 你们拦我关车干嘛 哎呀 欠债还钱 哦 还钱啊 欠谁钱啊 谁欠谁钱啊 你欠我们老爸的钱啊 哎呦你也知道 欠你老爸的钱 那你老爸人呢 你叫他来追我啊 你老爸都 上新农村都好几年了 啊 上新农村就不用还了吗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啊 证据又在这里了 你别想抵赖了 哎呀 人都不在了 那个在 自然就不在了 就没有了 亲爱的怎么回事 这两个谁啊 干嘛要拿我们的车啊 亲爱的 他们呢 那个头洗的 来 头洗 谁欠你红包 谁要你的错钱啊 我跟你说 阿泽啊 当时你那么困难 我老爸也不容易是吧 啊 东平西藏都借了你 十万块钱给你 你倒好了 啊 叫你还钱的时候 这是今天拖 明天拖 一年又一年 整整现在多少年呢 现在我老爸现在 都已经新农村了 那个钱还没有还给他呢 只想卖账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干嘛去 人家那么多钱 又不还给人家啊 还什么还 我还 没说你老爸呢 啊 当初要不是你老爸 借那十万钱给我 去开饭店啊 我也不至于说 后面 搞壁了 欠了一屁股债啊 啊 搞得我这么多年啊 一直在还债还债的路上 你就是一个白眼狼 不懂我感恩啊 那不是啊 啊 借钱的时候 是孙子 还钱的时候 是大爷 哎呀 反正欠条都在这里啊 你别乘了一账 美女啊我跟你说啊 阿泽你不知道他多狠心啊 他欠我老爸十万块钱 我老爸生病了 住院了 想要缴他还钱啊 他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后天 一年又一年 拖了我几年了 后来我老爸就插那几万块钱手术费 没有臭够啊 不至上王 都已经去西农村了 那我也没有啊 我也没有啊 现在完全天经地义 想当初你叫人家借钱的时候 你想一下那种感觉行不行 我老爸是因为信念你 靠你才借钱给你的 你倒好了 把这个信念来喂狗啦 人家借钱给你是好心啊 你自己投尸之败 你还怪人家啊 行了我没有啊 我现在 我现在忙着去结婚 你这样吧 等过完年 到时候我再还给你们 还过完呢 我信你那鬼话 我跟你说 你今天要是不还钱 你就别想过了 那不是 一年又一年 拖了多少年了 哎呀 你们两个 有完没完啊 不就区区 十万块钱吗 我跟你说啊 我去那边要几十万的 我还没给呢 你们啊 排队也能不到还你们啊 你是个老赖 你还死不承认 你还说你有理啊你 你说老赖就老赖 怎么他啊 你们现在两个女孩子啊 你要那个钱来干什么啊 反正啊你们也要出嫁的 到时候 嫁人了 收点财力够花的了 你老爸那个钱那个债 啊 就跟着他一起啊 带到土里面去了 教室了 那也是人家的钱 你要 我要是 我要是 干什么 我跟你说 那个也是我老爸的心 血汗钱来的啊 你是要干嘛呢啊 你还想要反正跟着我啊 我要回啊 哎呀 我要是今天不把这个钱要回来 我对不起我老爸 我老爸这个血汗钱 我不能要的白面会啊 我不能要的实物名模 不给你们两个女孩子能怎么样 你家有儿子吗 哎呀 还欺慕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啊 没错 我就欺负你们两个啊 你们两个女孩子 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跟你说 我 那个钱 我凭本事借来的啊 啊 我 不还你能怎么样啊 不还你个白眼狼 你个反目仔 谁你不还是吧 以后啊 我贴面去你知道吗 你不是要结婚吗 我要你困你结婚床 我要你啊 一辈子 一辈子 一辈子台湖操作员 我们今天啊 就不在这里 不要你过 就非你从我们身上 要过去了啊 你不然我不易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 要不要 不要 不要 哎呀 挺爱的 不要那么重够啊 人家也是个女孩子 哎 不要逼我动手啊 啊 怎么你还要动手啊 你是不是要我马上 打110啊 哎呀 这个但是 我也想还啊 对吧 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有钱啊 没钱 那你还有钱结婚 还有钱买车 哎呀 就是 那结婚是人生大事啊 对不对 等我结婚官 到时候要收那个红包钱 再还 啊 今天先让我过去 你这些鬼话 被我们啊 向那边想 美女啊 我劝你看人啊 看清楚一点了 你看你这种男朋友 这种人呢 说不定啊 他以后还会家暴你呢 你们两个 给我 不要 你造了没有啊 啊 真的是 想不到啊 你就是个脱脱的老赖 美女啊 他借你一共多少钱呢 10万块白纸黑字都谁在这里呢 10万呢 我这里有一点 你都老了 干嘛 啊 哎 干嘛 这个钱是拿给你爸妈的 这里一共有4万块钱 剩下的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钱了 哎呀 你怎么能 你还想跟我结婚呢 啊 我老爸都说了啊 要再来就让原品好的 下里就有原品啊 啊 一点都不行 跟你说啊 可是想不到啊 你就是个老赖啊 我嫁给你 应该也不会幸福的 算了 这个活我不结了 以后啊 别人找我了 哎 那我怎么办啊 哎 哎 哎呀 找到你去啊 剩下的钱还没还够呢 才4万还有6万 可是 你们两个 今天毁了我人生大事 我不会放过你们啊 我跟你说 你还想不会放过我 我们也不会放过你们 我跟你说 赶紧拿钱 拿出来啊 赶紧拿这个钱 给我滚蛋啊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啊 今天要是没把那个钱 要回来的话 那行 你这个车是你的吧 哎呦 用这个车来挤蛋 对 拿这个车 要不然你就拿钱来 还想拿我车来 我现在就上这辆车了 我跟你说 车不能给你 哎呦 反正他没钱 那我们就把他这个车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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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走 喂 干嘛呢 再来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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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两空啊